现在人人都说环保 其实葡萄酒业都有环保这一样东西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废物利用 怎样废物利用呢 现在说的是葡萄酒 以前他们很多时候都不想浪费 在用完葡萄肉和葡萄皮等之后 不想扔了废物 然后他们会吵吵 然后将这些酒渣拿去蒸馏 然后成为一种酒 这种酒叫什么呢 叫Grappa 或者是法文的Mark 这些就是所谓的废物利用 而他们多谢他的废物利用 因为做出来的酒非常好喝 这些酒做出来其实是烈酒 所谓的酒精都是40%以上的 在意大利Grappa 非常盛行 很多时他们在吃完一顿饭之后 吃到很饱 很多时又要吃Pasta 又要吃肉之后就很饱 之后怎样去消化呢 他们就会喝一杯Digestivo 这些Grappa 其实他们很多时 就会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在吃完一顿饭之后 除了就这样只喝之外 亦都会加入他们的Expresso 这个他们就会叫做Cafe Correcto 即是Corrected Coffee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 可以将Expresso的香味 更加是带出来 不过我自己觉得 静饮亦是非常理想的 现在你见到这一款Grappa 就是来自 Lonino Chardonnay的Grappa 换言之 就是用剩下的废物 即是有框 皮等等 或者是核 看看它的香味是怎样 因为它是100%的Chardonnay 不过因为它蒸馏过 所以Chardonnay的味道 就走得挺紧要 不过它的香味 仍然存在有些花香味 亦都有一点像面包糠的味道 它亦都有很多香草味 而且我觉得它的花香味 是一些干的白花味 在口的后面那部份 它就涌出来了 这个很特别 而且它的余韵非常长 这酒的酸度不会太明显 它的酒体非常均匀和细致 我觉得如果我吃完一顿饭 很饱的话 喝一杯Digestivo都会挺正的 所以都会建议大家 有时吃完一些意大利餐 在意大利餐厅里面 可以尽管试下点一些Grappa 应该可以令到你们有惊喜